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的士公》来 看看香港股市今天的表现 内地股市今天的表现更厉害 上证指数暂时升1点 到3268点 深证指数升16点 10641点 互心300指数跌2点 到3478点 创业板指数升近13点 到1979点 港股表现同样是牛皮 港股暂时升46点 24334点 国企指数升10点 到10538点 这一节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跟障一下焦点消息 Stanley你好 近日港股创业了一年半新高 而且腾讯暂时也是 股价破了顶 有些分析看它将会成为 升市火车头 因为下星期三 22日会公布去年的业绩 很多投行都一面倒看好 因为过往出现业绩 都是必须的 最牛的更是看到中信证券 目标价可以上网275元 普遍来说 我都估计它2016年全年的盈利 至少是增长超过四成 不如邀请Stanley 即是腾讯的Superfans 都跟我们分析一下 未来它的业绩 有什么焦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先说一下 目标价先 如果275元的话 我当然觉得OK 因为我媳妇也持好 但是年内的时间 先说回年内 之前在上一年年尾的时间 都有十只推介股份 腾讯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是12月中的时候 好像是17日 当时就跟大家说 如果它有机会穿180元的话 那些位置可以分住去买 又挺有趣 你看看图 如果你是以那时的策略去选择 其实是可以买到的 因为最低位 是180元以下的位置 当然 如果你以当日的买入价 和现在比的话 那回报也算是挺不错 当然不是真的很多 至少也算是大市 当时我也觉得 腾讯的年纽目标价 是250 但是会不会再上调 下一次 即是下个星期那份的业绩 你可以说是挺关键 因为如果可以出来的业绩 表现还是很理想的 当然四成这个数字 对于我来计算是至少 你可以说至少有这个水平 因为腾讯 你可以说每一次出来的业绩 都令大家有些惊喜 但是也有个不争的事实 就是说公司现在本身的规模 是很大的 即是如果今天还是有没有可能 有这么高的增长的情况 你只可以说 增长的幅度 将会越来越减弱 但是以腾讯 为什么它的估值可以这么高 每程度上 都真的可以说是市场 给了很多日价 这些日价是来自哪里 如果以内地的互联网 的发展去看 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 这些 都可以说是三巨头 就是有时候说BAT 而当中的T 即是腾讯 在过去的时间方面 的表现是很平稳的 即是你可以说 公司本身有没有太多负面的消息 但是与此同时 公司的业务抗展的情况 是有没有更多的 即是好像以公司 比较上是一直以来 比较令大家受了一些关注的 可能是一些 手游、网游为例 其实在网游那边 已经有一间公司 即是AOL那家的游戏 就是情侣成事 玩得很厉害 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 这个网游方面的情况 在缩短 但AOL这款游戏 仍然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而且 都是腾讯 但是有很多收益 另外到手游方面 公司是上年年初 已经正式 完成收购 这个Supersell 这方面的收益 都会开始入仗 而这方面 似乎 帮助都会很大 因为 始终 Supersell之前的时间 其实没有打国内市场 这个发展空间 其实真的都可以说是很厉害 所以可以说 这些公司本身的主要 业务的发展 仍然可能会维持 比较好的水平 这是其中一个卖点 其次就是说 因为公司有最大的优势 它有一个很庞大的用户群 如果你以微信为例 现在活着的用户 基本上是以4-5亿人去计算 可能不算 用户大概是8-9亿人 有这么庞大的用户群 里面有很多暂新的服务 暂新服务 丢出来的时候 例如 一些视频方面 一些网上广告方面 这个的照片会很广泛 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其三就是 如果以这一段时间 去看股价的走势 某程度上 大家经常说 一些币水落来 就真的会买一些 可能小一点的 可能是 尾图这些公司 但是 其实币水落来 如果以昨天的时间来看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大家可能未必留意到 昨天的币水落来 腾讯是正买入的 仍然保持着正买入 但是反而那些内人股 那一群 有正估出的 好像不知健康里面 一间是正估出的 反映一个情况 就是 你会有些资金 可能内地资金 短的中资金融股 反而那些有可能会 短炒 那么久以来 腾讯那边 基本上出了正买入的情况 反映了 就是说 至于我们的资金 都会不断 关注腾讯的表现 所以如果你以 当然跌到腾讯之后 也会有很多新的发展 例如小存在这些 但是如果以 可见一段的时间 只要大前提 就是说 我们方面 互联网这个市场 它不会真的对我开放的话 腾讯这些优势 将会持续下去 所以我对公司的前景 都可以说 依然是信仑十足 嗯 听声音你这样说 现在再买入去 又迟不迟 现在买 是 有点迟 其实你说现在 因为市场都要高追 我一向都 那个中资 是不太建议的 你跟我一股都知道 我都很少 是会 即是现价买入 是创科 比较落后 我才敢这样做 但是你说 其他的股份 我都不太建议这样做 尤其是 腾讯有股值 其实你可以说 不是算很便宜 所以下星期 那个业绩的发布 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假设 真的他的业绩 是很对版的 或者是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的话 你那一刻追货 都不要紧 都可以的 但是相反 如果业绩出来 可能跟市场的预期 有些落差的时候 那个股价 都真的可能 有些比较大的震荡 但是那些震荡 反而我觉得 是一些买入的机会来的 所以反而那些 假设真的业绩之后 它的价格再有些调整的时候 反而那些位置 大家可以分住去买 因为我经常都说 腾讯这些 你分段去买 假设可能 假设 第一住货的 你215这个位置买 假设再跌到 5元的 210再加住 再跌的时候 再加住 这个策略会比较好 因为它有增长前景 多谢Stanley你的分析 都知道了 你是持有这股份 对 跟你谈到这里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会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稍后再见 听听就有戚女士的电话 戚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助你 我买2628 我买36元 我买高位走 然后低位买 我怕没有回家买 这么高 谢谢 谢谢 好啊 真的持有36元很久了 现在看到 是的 今天都破了顶 25.5元 看到高位 这是很多人都想这样做的事 但当然 最准行不行 有些难度 如果以中仁寿的情况来看 我自己会这样去分析它 今年来说 它的表现应该会不差 在分行讲座上 如果你以下半年A股的行程 我看法是乐观的 看法不差 如果你以A股的估计 当你上众之为例 我觉得去到3800 甚至乎再夸张一点 再高一点的机会 存在 如果你再看中仁寿 其实股价之前都差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去年第四月开始 那个走势是夹转好 最主要都是因为A股的市场 开始叫做回稳 甚至乎有些反弹 所以按道理 如果你说在今年的时间 A股有个比较好的行程的话 这个中仁寿的股价 有机会是会带上去的 不过当然 你说有没有机会去到36元这个位置 现在我觉得 暂时难些 但是你说年内 年内的时间 去到大概28元 甚至乎30元 这些位置的机会是高的 所以会记得 小婆婆 你有货的话 先拿起来 暂时不太担心 好 等高一点 再去考虑 放不放好 到时再打个电话 给我们帮你 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 有邮小姐的电话 邮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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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是 是的 我想请问腾讯 我之前问过Stanley 你都看好这些股票 你说它会升到240元以上 但是有些大行估计它都会升到252元 我想问Stanley 如果这次的业绩出来是好的话 它有没有机会去到250元 如果万一不就 我的价位跌到来 我们应该要加增持会好 是的 麻烦你 没问题 我的部署策略 下个星期 如果你的业绩真是好的话 是比想到一张好的 我觉得我的目标价 就是250这个位置 都会再上条 有机会再上条 这个暂时未知 因为看一份业绩的情况 才再决定 不过如果它真的出来 是比预期差的 那你又怎样做法好呢 我手术上的货 除非真的很差 如果不是的话 我都不会沽它 反而反过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的等它跌下去的时间 假设可能已经出到来 很不对版 可能你穿210那些位置 可能在那些位置之下 我会再加增持 因为刚刚也说到的策略 其实当然 大前提就是 如果腾讯 如果假设意识差的话 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 或者那些 可能那个键流转了 这个是要再观望一下 但如果以现在的情况去看的话 它有些比较是调整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是一个 我叫我买入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假设 真的穿210 甚至乎 205这些水平的时间 可能就会加住货 再跌5元左右 即是撐开的指标 再跌5元的时间再加住 因为很老实 除非你设意识 甚至乎 有些很大的事件发生 如果我不是腾讯股价 你说要去回之前100人这些位置 我觉得很难 但按道理 假设你这样计算的话 我以现龄开始 当你加住 当我得到大约190 左右附近这些位置 你便预备四处资金 即每次买一手的话 你分四处去买 所以现在我又觉得 有货的话 拿着去 没有货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你回到前后的时间 再去部署 好啊 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即是Stanley的部署 再来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 朱小姐的电话 朱小姐你好 你好 朱小姐你好 审问六百六价之前 很高 差不多10元买的 昨天见他很高位 但是 没有走 所以我先问你们 因为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你10元都买 好像是拆小之前买的 很久的 大时代跌下来的时候 我明白 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拆小 还是有些 配股或工会的行动 好像做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当时不要做 是啊 因为10元应该我印象中好像 因为现在 你是不是联合光伏 还是第二只 六百六 六百六是联合光伏 对不对 现在八毫半 现在这只八毫半 是啊 九个一 九个一 六百六 六百六是联合光伏 你要查一下 是啊 是啊 因为这只我印象中 好像是拆小 还是做过一些 动作 但是你说 如果以现在去看 其实这只 我印象中 因为 我记得 我记得 它好像是招商局 那些 叫做光伏那些 叫做这一份 为主 但是始终公司的负债是高的 这只是负债比较高的股份 所以股价过去一段时间 表现就不算我太理想 这些牌 可能大家都知道 炒一些 可能追落后的情况之下 股价 炒上来 但是严格上 这些板块 我觉得 这只股份 似乎前景 都真的 不太 我觉得 我有一些保留的 所以反而这本身是多货的话 这些位置 不放考虑 就先减时 例如假设 你有一些货的 你这些位置先减时三分之一 如果三分之二的话 可能就先拿着 嗯 好啊 转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 这位朱小姐也做好风险管理 没错 听听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你好 早晨 两位早晨 有什么帮到你 我亦都做风险管理 叫招金 不知道哪位可以入归 哦 招金 明白 招金 是 是 明解 我想问是什么呢 林先生是否打算金价还可以打 一来 二来 因为市里差不多 如果金矿股 这些就比较 相对来说 市里也不太大 明白 魔幅不太大 就是风险管理 明白 但是 你想入国价 不知道多少 中场先 我会这样看 金价呢 金价这一回合 是反弹的 因为最主要是 大家都看到美匯指数下回来 而且大家都夹眼的时间 觉得欧洲那边 开始有加息的压力 所以就开始 美匯就弱了一点 但是我会这样看的 如果你看回大趋势 没错 虽然欧洲那边有机会 加息 但是不会那么快 就是昨天说一下 最主要是德国那边 就是有这些说法 但是美匯呢 美医基金那边 其实那个强的情况 暂时见不到一个改变的趋势 甚至乎你可以说 如果 就是说 你联储局那边 虽然他今次是很 叫夹派 但是你想回头 其实三月份 这一次加息之前的时间 其实都是突然间 突然间说加又加 就是这一刻 这些情况出现 所以联储局那边 你说是不是真的 会 真的今年年内 加三次呢 我其实会保留的 我觉得他应该不止的 所以今价反而你这一阵 虽然有得弹 但是我会忍住 不会弹得太多 就是可能 座弹上去的空间都真的不大 反而 一旦美匯会开始转强的话 今价呢 有机会下来 所以现在这些位置 买招金呢 反而我又不太建议你 就是你说 想复回这些位置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来 就是之后 7元这些位置的时间 才再考虑回这一只 嗯 好啊明白 转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何小姐 何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两位早晨 我呢 今天想问一下那些23-28财险 嗯 我想问一下 什么价位 入口和目标价是多少 嗯 好啊明白 下星期内险股都会排队 去公布业绩 看看财险现在的股价升百分之二 去到12.7 那些未有货 建不建议他去买呢 但我的问题 其实内险股这么多 为什么选择财险 好啊 听不到 听不到 下后 知道知道 那股价落后 他真的落后一些 但不过呢 因为他那个业务的性质 和其他有些不同 其实财险本身是做一些 叫做车险 即是铲险 那些的 那个业务发展比较稳定些 不过近年开始 有少少变数 为什么呢 车险那一边 其实比这个屏保 蠢得很交关 如果以往的时间 你可以说是 那个市场占比 它最大的 但近年开始 被屏保 不断蚕蚕下去 所以他那个业务的发展 你只能说 稳定 但有惊喜 当然股价真的比较落后 你看到图也看到 譬如屏保那些 不断向上的时间 它比较落后一点 但现在 今天来说 有些我估计的突破 不过这些位置 你追的话 其实上网的空间 就一般 不过 不过就这么看 因为你看到它的波幅 其实不大 跟一只屏保相尾的话 它其实很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买货的这些位置 我觉得 既然你在图 叫破位 跟踪少少都无妨 不过你下面点也好 以大约11.6 左右 做止蝕位 穿11.6 要考虑止蝕 好 因为电话比较多 何小姐跟你谈到之前 专听听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没有 我想问一下338 有没有货在手 没有 我现在想排地买日 为什么看好 没有 我想可能有机会看息 是吗 好 明白 看看上石化股价是4.34 现在跌超过2% 而看之前公布了业绩 股价是有支持 而中金方面 都给它持有的评级 都有急不升的情况 上石化去年多占82% 五回期息会派25分人民币 Sandy好不好 现在这个价位去买入呢 暂时不建议 为什么呢 没错 可能业绩出到来 好像对板 但我没有详细再看它的细节 所以比较难去 比较 比较 如果以业绩上去看的话 可能有些意见 这个朋友 但问题是 图图 其实是差的 图图 完全是一个 好像圆顶的情况 所以现在走势方面 现在这位 不要考虑 如果想买货的话 关键的水平 就大概是4.1 这个位置 就是4.1 你可以为这个位置 比较关键 如果不穿这个位置 你博去反弹 即是反弹 可以的 但穿4.1 整个走势有机会 转一步转叉 所以现在这些位置 我会建议你观望一下 想买货的话 不穿4.1 才考虑 好啊 明白 那我们专门看看电邮的问题 电邮方面 有家庭观众 想问136 恒 恒 恒 2.04 买入 会否有机会再升 指示位 应该放在哪里 这一只都隔不止有些朋友问的 是 不过就 问我一个答案 都是反弹又走 但你说现在 即是2毫子买的话 我不清楚是 即是这一轮下跌的时候买 还是再赶之前这一阵的时间买 但问题就是这些 即是这些市值大 但业务的发展又比较是 没有太多的 憧憬的股份 其实真的很难玩 而且现在它的股价 基本上是在较早前的时间 重视过新低位 一毫半指 所以暂时我会建议你 你有货的话 在一毫半这个位置 即是它不穿一毫半的话 那先拿着它 不过就 这些小价股 而且都比较是几乱炒的股份 即是几乱炒 它的价格不断是炒落不炒上 这些其实大家是有个戒心 即是不要说别人说买又不买 这些是只要消息股 还有股份太大 不过这些股份 现在在小时 都不是那么对板 所以穿一毫半指这个位置 一定要走货 好啊 我们解答最后一条问题 WhatsApp的问题 家庭观众呢 想问二百八万州国际 六个零九买入 现在股价在捱点 五个九毫半 想问前景是怎样呢 猪肉价格 这一段时间我们有看过下 其实我们的猪肉价格是回回的 之前大家不是常说 那些猪肉价格好像很贵 很贵啊 但这个是上年的事 其实今年开始到二月份打入 即是那个新年之后的时间 其实猪肉价格下了很多下 即是反映到之前的时候 即是在上年的时候 你看到的猪肉价格很厉害的 炒上去 还有因为当时大家都会有一个 憧憬 包括我做的 我都提过 就是说 猪肉的市值 加上那个成交量 是有机会 可能进入这个成分股 上一次又不行 但是之后 有没有这个憧憬呢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单单说回这个猪肉的发现的话 这个业务的发现的话 似乎又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现在这位 既然没有货 再观看一下 好啊 明白 谢谢Stanley 唱中间分析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和你做新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 股份证明有持有的吗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一会儿一会儿 稍后再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